沿路人大熱門2.3 接著有飛碼萬利法4.8 去到27倍 好,一起步,萬利法有一檔 挺快,不過接著一群快馬 紅眼罩就是這個牧場王已經在前面 色彩繽紛仍然挺快 走著在二、三位之間開面 有飛劍、開心假日這些馬 守住中間,現在看到有沿路人 上來大概第六位 旁邊那隻萬人 再跟著埋面是子彈火車 在後面有這個選得好 聲韋寶起步,慢慢他留著 慢慢追追追追到尾四 現在噴到尾就是尾酒和陽明筒碎 轉彎的時候,木牆王黏著一條藍 打了一個多馬位 在第二位現在出來追的就是色彩繽紛 外面萬利法有沒有位上 這裡還差一點 接著三、四個馬位才看到 沿路人似乎踏下去,慢腳踹 這裡還差三個馬位 衝得這麼大隻就是這個色彩繽紛 聲韋寶已經過了這個牧場和 聲韋寶越追越近 聲韋寶沒有制 聲韋寶可否過得到 前面剛剛頂得住 就是色彩繽紛 聲韋寶跑回第二、第三名的牧場和 直路那隻萬利法整天上一個牧場和 賣邊捐來捐來捐都沒有捐 結果就披士都沒有買 這場馬的聲韋寶 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下 我賽事有講話 這馬在泥地試跑 都走得很吸引 這馬一向在草地零射 搶 但是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有時候跑馬地就是難在這裡 你永遠不知道他想怎樣 你看回對上兩場聲韋寶排外檔 有一個人在外面走走拼命 走到前面外面頂住就算了 今場不是了 出完局之後一拖 忍忍忍等著馬走完 他一縮 一時已經縮到內欄 等著在那個位置衝 什麼時候都是說 你永遠就計不到 你不知道騎士會怎樣去發揮 我們猜不到 馬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說厲害到這麼交關 我們有時候都會說看錯 但是看回對上兩場 他現在就應該在飛劍的位置 這隻聲韋寶 對上場也是在那個位置跑的 我經常都說 你的跑法根本很難計算 有些馬的馬勝 你一定是不可以違反的 對不對 這隻聲韋寶 譬如你以前那樣 有得他走到外面 這樣就沒有了 他已經不是很健身的時間 他已經再走蝕位 變成大敗 一反過來 很有投入在這一場